六五岁退休独居老人直言 晚年真正让我依靠的 并不是儿女和退休金 人中会有老去的一天 当人老了 体力和记忆力都下降了 生活就会变得非常不容易 万一出什么意外 有什么疾病缠身 那就更惨了 很多人觉得 只要手上有足够多的钱 儿女在身边就会过得不错 钱和儿女就是晚年幸福最好的依靠 听起来很美好 可是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 六十五岁的杨大爷坦言道 晚年真正能够依靠的 并不是退休金和儿女 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 让杨大爷有了这样的感言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杨大爷怎么说吧 六十五岁杨大爷的字数 我年轻的时候在国企上班 现在每个月退休有几千块退休金 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他们一年回来一次 节假日的时候给我送送礼品 我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只要孩子们记得我就好了 做父母的都不愿意给孩子增添太大的负担 我的老伴几年前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一个三线小县城里 每天的日子平淡 枯燥 现在我的年纪也是越来越大 腿脚也不太便利了 儿女们商量着让我去他们家轮流养老 我心里也暖暖的 觉得儿女就是自己晚年最好的依靠 然后我先是收拾了行李 去了儿子家住 儿子是一个七管颜 事事都要听自己老婆的 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儿媳妇你明显就特别嫌弃我 儿媳妇说我身上有一股老人味 每次都对我皱眉头 而且还说我太不讲卫生了 什么都乱丢 还不洗澡 儿子虽然心疼我 却不敢为我开口说话 我感觉在儿子家生活实在是太憋屈了 而且我也不想儿子媳妇因为我有矛盾 于是我就去了女儿家生活 女儿家生活压力特别大 女儿和女婿的工资都不高 还有孙子刚刚上学 开销也有点大 虽然他们的对我很好 让我休息几天了 啥也不要干 可是我看着他们那么辛苦 也是非常心疼的 我会主动帮家里做饭做家务 还会帮忙带孙子 我感觉特别辛苦 每天累得腰酸背痛的 但是不做又特别愧疚 孩子都苦成那样了 我怎么能那样依靠他们呢 这样的日子让我也感觉很痛苦 女儿女婿想要照顾 也是有心无力 我才发现儿女是靠不住的 有能力的儿女未必孝顺 孝顺的儿女未必有养你的这个能力 靠孩子太多未知数了 大概率是靠不住的 我想要回老家 可是又没人照顾我 万一我死在家里 恐怕都没有人知道 有人可能要问我了 你不是每个月有 三千块退休工资吗 而且肯定有不少存款吧 完全可以请个保姆照顾自己生活呀 可是我的真实经济水平压根 请不起保姆 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 一大半都要用来买药 我身体不好 需要吃那些要调理身体 不然话 我就会很不舒服 我每个月吃饭都要省吃俭用 我压根就没有钱买鱼买肉 平时都是吃别人不吃的菜 挑最晚的时间 逛菜市场买得打折的菜 至于存款在帮助儿子成家立业的时候 就花了一大半了 剩下的钱都是保命钱 而且我还时不时胃痛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吃饭太不规律了 长期下来 我得了胃病 现在老了别体有多苦了 我看大家都在找再婚老伴过日子 我也想着找个老伴陪伴照顾自己 可是我这个条件真的不好找 比我经济水平差的都指望我养活它 人家找再婚老伴 就是为了要点零花钱 分担一下生活开支的 而和我差不多情况的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更加别提有时间精力照顾我了 找个人品好 又能够在一起生活的老伴 难如登天 所以在外人看来 我晚年生活应该非常幸福 我有儿女 我有儿女又有每个月三千块的退休金 可实际情况是儿女自身难保 压根没时间精力管我 退休金完全不够花 更别提请住家保姆了 我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依靠 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能把在小县城住的那套房子卖了 拿着卖房子的钱去养老院 移养天年 我也奉劝一些比我年纪小的老人 你们不要把晚年生活想得太美好了 那些养儿防老的道理听听就算了 真实情况是儿女有了自己的小家 压根顾不上你 真正依靠的只有自己 好好赚钱才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 父母过大寿一家人相聚 我出钱出力没吃上 出息的歌姐却是做上课 讲述人 五十六岁的柳大叔 还记得人世间里的周炳坤吗 家里的老疙瘩 本以为会被父母格外疼惜着 不想他做着最孝顺的儿子 守护着家 却被自己最爱的父亲那样训斥 你养着生病的妈 带着姐姐的孩子 那是你爹我给你的台阶 就算没有这些拖累 就你那成绩 年年倒数 能考上大学吗 都是一个爹一妈生的 都一爹一妈养的 就我没出息 周炳坤的那句呐喊 也道出了人世间 无数跟他一样做子女的心声 我姓刘 今年五十六岁 还有几年就退休了 我家老伴已经退休三年了 独生女儿也嫁人生娃 我是家的老小 本以为能够享受到父母对我的疼爱 然而 我上面有两个比我有出息的哥姐 我不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 反而是父母的出气筒 哥姐的指挥棒 他们把我指拿我就要去哪里干 我媳妇跟我一样 是企业里的职员 操作工岗位退休 跟公务员的姐姐 退休工资差的不是一个档 而是一大半 我媳妇每月不到三千的退休工资 姐姐每月六千多 还有年底的福利 哥哥是部队干部转业退休 他的退休工资 在我的眼里就是天文数字 具体多少 我也不知道 反正人家一两个月的收入 赶上我们一年的收入 我是被哥哥姐姐比较了一辈子 在他们优秀的光环下 我在父母的眼里 只配在厨房里杀鸡仔鱼 做个伙夫 而我媳妇也只能在家 被使唤得跟老妈子一样 连带着我女儿从小就不受待见 在我父母的眼里 优秀的哥姐家的孩子 必定比更加更优秀 基因好 底子厚 女儿很小就不爱回我家 用女儿的话说 去奶奶家跟低人一等似的 如今 我家女儿在小辈人里 是学历最高 工作最好 但在父母眼里 女孩子那么优秀有啥用 早晚结婚 还不是要回家带娃 可他们却忘记了 我姐当年读完大学 还要继续读研时 他们嘴里说出的话是 我家女儿跟男孩子一样优秀 我们以后就指望女儿这个小棉袄了 然而 父母走进晚年以后 他们真正指望的 还是我这个没啥出息的老哥的 生病住院了 喊我去陪护 家里有个需要修理的喊我去干 做这些都没啥 父母也会偶尔资助一下我们的生活 今天给一千 明天给一万 我内心都记着父母的好 也懂得感恩父母对我的爱 然而 这些不是父母对我不公平的理由 父母是扇我一巴掌 再给我一个甜枣 说些好话 让我为这个家 做他们眼里的老黄牛 对我咋样都能够隐忍 但我见不得父母对媳妇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尤其是哥嫂和姐姐一家都在的时候 他们谁都能随便使唤我媳妇 做饭 买菜 甚至吃个水果 都要我媳妇为他们弄好 真当我们穷亲戚是老妈子啊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没钱 不仅亲戚瞧不起你 就连父母也会瞧不起你 对于这句话 我是深有体会 也深深地被刺痛 没钱在父母眼里 就是家里的使唤丫头 在父母和哥姐眼里 他们觉得使唤我和我媳妇 都是看得起我们 对我们还是一种亲情的爱护 所以 在我父母同一天过82岁生日的聚会上 父母和哥姐又是不顾及亲情的颜面 做出了让我生气的举动后 我不仅掀翻了桌子 还跟他们断绝了来往 父母的生日就差几天 所以每年都是一起过 年年都是我和媳妇操持安排 每次哥姐说 直接去饭店吃一顿好了 我们三个孩子轮流坐东就好 可父母说那样不仅花钱 还没有在家吃得舒服舒心 在父母要过生日的前一个星期 父母就喊我媳妇回家 帮他们打扫卫生 整理房间 还让我开车去超市买新鲜食材 鸡要活的 鱼要跳的 海鲜也要最好的 以前都是母亲先给我钱 我买回来后 剩余再交给母亲 这次母亲说 这么多年 都是我们给你们钱 这次你们出钱买吧 就当是给我和你爸的生日礼物 我和媳妇商议着 我们虽然没啥钱 但给父母过生日 也要吃点上档次的 我开车带着媳妇去超市买了食材 又去农贸市场买的活鸡 提前一天 我就把第二天过生日的硬菜提前备好了 不说花了多少钱 就这份心思和功夫 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父母生日的当天 因为孩子们都忙 只有我们几个儿女 加上大哥家的小孙子 我和媳妇是一个掌勺 一个往餐桌上摆放 我们还没有上桌 父母和哥姐 他们都开始吃起来了 既没人喊我们一声 也没有人说等我一下 等我和老伴在厨房忙完后 看到餐桌上都是残羹剩饭了 父母说 你们坐下来吃点吧 今天的鸡不够新鲜 海鲜好像死得多 哥姐也顺着父母的意思 一起数落我和媳妇的饭菜 越做越糊弄了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 看着被他们吃剩下的饭菜 听着他们刺耳的数落声 我走过去 就把餐桌掀了 解下围裙 拉起媳妇就走了 回身跟父母说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以后就算要饭 也不会要到这个门口的 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让你的优秀儿子女儿 照顾你们吧 媳妇下楼的时候 还一直劝慰我 别这样 情绪太激动 对血压不好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一种心情 也不知道 哥姐是怎么跟父母说的 反正 我的手机再也没有亲人的信息了 有位作家曾说 多子女家庭的纷争根源 不是兄弟姐妹的分爱 而是父母的不公正 我是这么想的 亲人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伤害我和媳妇 让我在家里感到痛苦和绝望 不过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我们身上索取了 还在心里看不起我们 只因我们没有搁解那般优秀有出息 面对不懂感恩和回馈的亲人 不要一忍再忍 委屈求全地讨好他们 当他们不把你当亲人的时候 不在乎你的感受时 不仅要学会说不 还要学会翻脸 否则就只能自己生气 一辈子被亲人欺负 盘剥 压榨 故事 六十岁大妈倾诉 我和二婚老伴退休金过万 如今却穷的饭都吃不饱 六十岁的陈大妈是一个开朗乐观的老人 她与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 仿佛从来都没有犯愁的事情 然而 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陈大妈却总是愁眉苦脸的 显现出一副不开心的模样 每每在路上遇见熟人 陈大妈就会情不自禁地向人家诉苦 痛陈她的那些糟心事 陈大妈说 虽然她和二婚老伴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块钱 可是 他们如今却混得连饭都吃不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听陈大妈怎么说 陈大妈 我今年六十岁 二婚老伴姓李 今年六十四岁 我和老李在婚仅仅一年时间 日子就过得越来越不堪 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像当初 我和老李刚结婚那会儿 我俩天天都吃香的喝辣的 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别提多快活了 谁知好日子过了还没到一年 我们却穷得连买米的钱都要省 我们还将每天的三顿饭改成了只吃两顿 生怕吃多了 不够钱买米 我俩就会饿肚子 我们的日子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 都是因为我们双方的儿女 当初 我和老李在婚的时候 他的儿子说得好好的 绝对不会打扰我和老李的生活 老李也拍着胸脯向我保证 他每个月八千块钱的退休金 全部都交给我管 无论我怎么花 他都不会说二话 老李说 我的退休金他一分钱都不要 我可以全部都存起来 这样我就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我见老李和他儿子说得都挺好 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承诺 开开心心地和老李领取了结婚证 搬到老李家里 和他过起了小日子 我俩刚结婚那会儿 老李遵守承诺 每个月都将八千块钱交到我的手里 并且从不过问我怎么花 既然老李喜欢我 愿意无条件地对我好 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拿着老李的退休金存折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老李丧偶多年 他在和我再婚之前 一直都过着单身的日子 不擅长厨艺的他 每天都是简简单单地做两道小菜 对付着填饱肚子就行 因为老李做的菜是简单 所以他每个月花不了多少钱买菜 然而 自从我和老李在一起生活之后 他就喜欢上我做的饭菜 老李要求我每餐 都给他做几道下酒好菜 并且每次都全部吃光光 我每天买菜的钱 都得花一百多块 有了好菜 老李还让我给他买好酒 这样一个月下来 光吃饭喝酒这一下 我俩每个月就得花五千块钱左右 老李八千块钱的退休金 刨去五千块钱吃喝 就只剩下三千块钱 剩下的这三千块钱 除了交些电煤器物业等杂费之外 都被我买衣服花掉了 我这辈子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欢穿好看的衣服 在我没有和老李在婚之前 由于我的退休金不高 所以不敢花太多钱买好看的衣服 现在 既然老李宠着我 愿意给我花钱 我买的衣服就稍微多了点 老李并不管着我买衣服 他说只要是能够让我开心的事情 他都会无条件支持 老李爱喝酒吃肉 我爱买好看的衣服 由于我俩的这两个爱好 所以每个月都没能存下钱来 虽然钱没存下来 但我和老李的感情 却是越来越好 日子也是过得有滋有味 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老李说 自从他和我在一起过日子之后 每天都像是泡在蜜罐子当中 他每天都在家里当着甩手掌柜 到了饭点 我就会将好酒 好菜 摆满桌子 老李一边吃菜喝酒 一边和我唠嗑 他说这样的快活日子 他永远都过不够 老李喜欢我 明知道他每月八千块钱的工资 全部花光 他也从来不说我 他说 我俩都老了 余生剩下的日子不长 理应对自己好一点 我和老李是同一个观点 觉得到了这个年龄 开心比金钱重要得多 如果不是妓子搅局 我和老李的日子 就能够永远地幸福下去 妓子和老婆不知道因为什么 突然就把婚给离了 两个孩子也判给了妓子 妓子自从离婚之后 每逢周末 他就会带着两个孩子 来我们这边蹭饭 我体恤 妓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不容易 所以每次妓子 带着孩子们过来蹭饭 我都会好酒好菜地招待 虽然做一大家人的饭菜 确实很辛苦 但我想 既然老李对我那么好 那么作为对老李的回报 我对妓子好 也是理所应当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妓子居然会得寸进尺 她提出将两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交给我们老两口带 她说反正我们老两口都已经退休 平日里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帮她带带孩子 也算是发挥了余热 妓子的提议被我一口回绝 我老了 每天买菜做饭做家务 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体力 如果再加上带两个孩子 我的身体可受不了 所以我坚决不同意帮妓子带孩子 说如果她将孩子扔给我们 我就要回自己家 谁知妓子居然那么不通情理 她骂我是个自私的老太婆 说我每天在家里闲着没事干 有力气买那么多的新衣服显摆 却没力气帮她带孩子 她逼着我交出老李的退休工资存折 如果我不愿意交出存折 她就要打人 妓子发了狠 老李也没招 老李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根本不敢给我做主 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只好无奈地交出了退休金存折 妓子拿了存折 见里面没有一分钱的积蓄 她就骂我是一个坏女人 将她父亲的钱花得一分不剩 妓子说 为了避免老李的钱 全部被我花光 她每个月只能给老李 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她说我也有退休金 凭什么只花老李的钱 我却一毛不拔 哪怕老李据理力争 说妓子没有权利 拿走她的退休金存折 但妓子坚决不给 老李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 老李每个月拿着妓子 转给她的一千块钱过日子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 只有两千多块钱 为了将日子过得舒适一点 我每个月都将自己的退休金 全部花光 这件事被我的女儿知道后 她一个劲地骂我傻 女儿说 别的女人在嫁 都是给自己找依靠 让男人为自己花钱 让自己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我可倒好 找了个糟老头子 不仅要伺候他 还要往里面搭钱 女儿逼着我和老李分手 她说 如果我不舍得离开老李 那么就必须将退休金存折 交给他 他也要像老李的儿子那样 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过日子 这样才公平合理 我不想把退休金存折交给女儿 因为我和老李 如果只有两千块钱过日子 那点钱根本就不够花 我和老李都有慢性病 每个月开药都得花七八百 剩下的一千多块钱 在交了各种杂费之后 根本剩不下多少钱吃饭 可是 无论我如何好说歹说 女儿就是认一个死礼 要么我离开老李 要么将退休金存折交给她 如果我不同意 她就再也不认我这个母亲 为了维系和女儿之间的亲情 我只好无奈地答应女儿 将退休金存折交给了她 女儿拿了我的退休金存折 却并不开心 她说没有想到 我宁愿交出退休金存折 也不舍得离开老李 女儿说我是被猪油蒙了心 不知道老李给我灌了什么迷魂汤 才让我变得如此的糊涂 女儿以为像我和老李这样的老人 根本不可能有爱情 可是女儿不知道的是 我和老李之间的爱情 却是真实的存在 不仅我舍不得离开老李 老李也舍不得离开我 虽然我俩的日子过得确实艰难 但我俩情愿饿肚子 也不愿意分开 每每回忆起我和老李新婚时的开心日子 都会让我唏嘘不已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老年人再婚 会受到儿女的控制 老年人也有独立的人权 也有享受爱与被爱的权利 可是年轻人仿佛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总是用自己主观的一段 去阻止老年人追求幸福 接触于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活 儿女们没有干涉老年人追求婚姻幸福的权利 老年人虽然年老 但他们和年轻人一样 都有着情感的需求 有和伴侣共同生活的需要 因为即使是儿女亲情 也无法代替老年伴侣之间的相互照顾 相互依托 作为儿女 我们不应该那么地自私 因为自己的主观一段 就强制性地干涉老年人的生活 为了父母更加地健康 能够快乐地安享晚年 儿女们应该支持老年人的选择 不应该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父母 父母的余生已经不长 善待父母才有福 五零岁女人倾诉 做保姆两任雇主主 主动给涨工资 直到原因转身辞职 曾经听说过一个发生在主持人 倪萍身上的故事 讲述的是她和保姆 因为工作原因 最后成为了朋友 她不但把保姆当作自己人 还主动地给她涨工资 这件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这部杨阿姨做保姆期间 也遇到了两任雇主给她涨工资 但是知道原因后 她选择了辞职 我们来具体看看什么原因吧 杨阿姨本来是一位家庭主妇 老公后来找了情人 杨阿姨知道后 愤怒地和她离婚了 以前杨阿姨是家庭主妇 生活都是靠老公的工资 现在只能自己做保姆挣钱 养活自己和儿子 虽然苦点累点 但是自己挣钱踏实 也不用有什么烦心事了 杨阿姨做了八年保姆 照顾过婴儿 也照顾过老人 第一位给杨阿姨提出 涨工资的是五年前的苏叔叔 苏叔叔是一位离异人士 自己带着一儿一女生活 因为工作忙碌经常地出差 所以就请了杨阿姨来做保姆 杨阿姨除了照顾三人的一日三餐 还要适当地辅导两个孩子的功课 不过工资也比一般的保姆要高一些 杨阿姨和苏叔叔一家人相处得挺好的 两个孩子也特别依赖杨阿姨 苏叔叔出差时 也是把两个孩子直接交给杨阿姨 杨阿姨越来越像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后来有一天 苏叔叔居然向她表白了 这让杨阿姨还有点小兴奋 她觉得能在一厢有个人陪伴 有个温暖的家真的挺不错的 可是当她偷听到苏叔叔的真实想法时 气得立刻辞职走人了 原来苏叔叔看杨阿姨既温柔又贤惠 而且对孩子又好 所以想着要是和杨阿姨能结婚就好了 不但可以省去保姆费 有人专门地照顾孩子自己也放心 可谓是一举两得 杨阿姨开始还以为她对自己是真爱 原来还是为了利用自己 这样的男人还是早点远离为好 离开后 杨阿姨就去刘军家照顾六个月大的婴儿了 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才离开 刘军家觉得杨阿姨做得认真仔细 所以就把杨阿姨介绍给了邻居张大爷 张大爷现在七十岁了 他是一个退休干部 现在每月工资八千多元 老伴五年前就去世了 儿子在外地也没时间照顾自己 这个张大爷其实特别挑剔 他做过领导 所以到现在说话都是一副教训人的态度 而且总是一副趾高气昂 我付了工钱就要好好伺候我的态度 杨阿姨知道 他这是退休后心里一直有落差 所以他从来也不和张大爷计较 一心一意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有一次张大爷高血压住院 全程都是杨阿姨伺候的 这不但让张大爷改变了对杨阿姨的态度 更是觉得要有个老伴贴身地照顾自己多好 他觉得杨阿姨不错 而且娶了杨阿姨 还可以省一笔保母费 身体恢复后 有天晚上张大爷洗完澡 就躺到了杨阿姨的房间 杨阿姨被吓了一跳 张大爷向杨阿姨表白说 做自己的搭伙老伴 以后可以永远住在自己家里 而且生活费也是自己全部负责 但是房子只能居住不能所有 如果张大爷要是先去世 杨阿姨也可以长期居住 而且工资可以继续支付 另外还可以多增加一千元做报酬 杨阿姨一听自己就是有个居住权 虽说工资说的是继续支付 但是也不保险 因为做保母是签合同的 白纸黑字写在书面上 可是要是做了搭伙夫妻 不可能签合同 虽然承诺的是继续给工资 可是到时候张大爷不支付 自己也没办法讨要 而且杨阿姨觉得干活拿钱省心 要是搭伙过日子了 不但更操心 也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事 写在最后 不得不说杨阿姨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做法也是让人敬佩的 因为在利益诱惑面前 她能够保持清醒 不贪图眼前的小利益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省去了很多烦心事 如今杨阿姨已经不用做保姆了 因为儿子毕业后 找了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每月工资都要三万元 这还不算各种福利 现在杨阿姨每天就是逛逛公园 打打太极拳 她说等孙子出生了 自己就专门照顾孙子 好让儿子儿媳踏实的工作 故事 55岁阿姨 我退休金4000给二婚老伴3000 仅过三个月 她就不干了 我今年55岁 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我前夫有家暴的恶习 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独打 在儿子去外地读大学那年 我毅然决然地跟前夫提出了离婚 前夫不愿意跟我离婚 如果我走了 他的日子不可能过得那么快活 前夫的工资还没我高 他挣的那点钱 除了供自己吃喝玩乐以外 根本剩不了多少 家里的开销 全都来自于我的工资 小到针头现脑 大到买房的钱 前夫从未掏过一分钱 在前夫的眼里 我就是他的摇钱术 他哪里肯放我走呢 为了断掉我离婚的念头 前夫毒打了我很多次 只要我提离婚 他就会把我打得三天都起不来床 前夫越是这样做 我就越是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以前 我之所以没有跟前夫离婚 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前夫 还抱有一丝幻想 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 我是为了儿子考虑 不希望他小小的年纪 就成为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随着儿子的年纪渐长 我这方面的顾虑也就不复存在 加之我对前夫痛改前妃的幻想逐渐破灭 离婚就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这一次 即使我被前夫打得很惨 我也没有放弃离婚的打算 我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起诉书 坚决要跟他离婚 前夫见我离婚的态度很坚决 直到留不住我 于是就主动提出 只要我放弃家里的所有财产 他就配合我办理离婚手续 我不想跟前夫打持久战 只想快一点离开他 于是我咬牙同意净身出户 这才顺利脱身 离婚以后 我租了房子 暂时安顿了下来 当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之后 才将我和前夫离婚的事情 坦然地告诉了儿子 儿子听说我和前夫离婚了 房子也判给了前夫 很不开心 他说他以后再也没有家了 因为他不可能跟脾气暴虐的父亲住在 一个屋檐下 儿子的话让我油然而生愧疚之情 我在心底里默默地发誓 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给儿子一个温暖的家 然而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残酷 离婚后的第三年 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以后 我的收入只有在职时的一半 每个月四千块钱的退休工资 根本不足以支撑我贷款买房 幸好儿子争气 他在大学毕业以后 在一线城市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一直干到现在 儿子的终身大事也是自己解决的 没有让我凑一点心 结婚的婚房 是儿子和儿媳妇自己存钱买的 没有让我掏一分钱 小两口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 他们婚后一直没要孩子 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面 儿子和儿媳妇都是懂事的好孩子 让我很是欣慰 既然儿子无需我操心 我也就彻底地放下心来 好好享受生活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退休以后 我就开始有了找男人的想法 以前 我总是认为 自己好不容易逃出了不幸的婚姻 以后绝对不找男人了 以免再一次坠入火坑 然而 退休后的日子 实在是难以打发 我每天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憋得我要发疯 每每看到老年夫妇牵着手 在小区里散步 我就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我心想 我这辈子没干啥坏事 不可能运气那么差 找的男人都对我不好 虽然前夫对我不好 但并不代表我 下一个男人也会对我不好 更何况 到了我这样的年纪 找的对象都是老头子了 老年人的脾气 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暴躁 人老了 再暴躁的脾气 也会变得温和 这样想着 我就扭转了观念 开始积极地给自己找老伴 后来 我在熟人的介绍下 何比我大十岁的老陈认识了 老陈的退休金还没我高 每个月只有3800块钱的退休工资 他的退休工资不高 还要拿出一半贴补女儿和女婿 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吃顿肉都要思量半天 正因为老陈很穷 所以他丧偶多年 一直没能找到老伴 虽然别的女人嫌他穷 可我却不嫌他穷 老陈的脾气很好 他每次看到我 都是笑嘻嘻的 不断地对我嘘寒问暖 让我特别暖心 老陈炒菜也特别好吃 每次我去他家里做客 他都会亲自下厨 做饭给我吃 老陈做的菜 虽然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小菜 但我却吃得挺香 感觉他的厨艺一级棒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下厨做饭 老陈说 只要我愿意嫁给他 他就给我做一辈子的饭菜 老陈的承诺 让我满心欢喜 即使他没钱给我花 我也愿意嫁给他 我之所以要嫁给老陈 不仅是因为我喜欢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我很同情他 我的日子很难 老陈的日子比我更难 老陈有一个残疾的女儿 女儿是先天性的聋哑人 他的女婿和女儿一样 也是聋哑人 老陈的女儿和女婿 在一家私营工厂工作 收入很低 虎口都很艰难 每每提到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老陈都会热泪盈眶 说她的女儿和女婿的日子过得着实艰难 让她很心疼 老陈落泪的时候 我也陪着她一起落泪 我是一个心特别软的女人 即使自己的日子过得不过如此 我也下定决心 要帮帮老陈 和老陈结婚以前 我主动提出 我俩结婚以后 我每个月交给她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些钱随便她杂花都行 只要我每天有饭吃就行 老陈听了我的话 特别开心 连圣夸我是个好老婆 她一定会好好待我 自从我俩结婚以后 我每个月给老陈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她的经济状况 就显而易见的好了许多 以前 老陈为了省钱 从来不买水果吃 连肉菜都不舍得买 自从我俩结婚以后 老陈每个月 多了三千块钱的收入 终于舍得买水果吃了 家里吃肉的次数 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虽然她买的水果 都是最便宜的 肉也买的不多 但我却一点都不挑剔 我不是一个挑食的人 老陈买什么 我就吃什么 虽然我明知道 老陈省下来的钱 全都贴补给了她的女儿和女婿 我也不认为自己吃了亏 反而很开心 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 我和老陈婚后的日子 堪称底蜜还要甜 平日里 我俩一直都形影不离 我俩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一起去公园六湾 一起跳广场舞 一起吃饭 睡觉 这相濡以沫的日子 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和老陈过日子 我没啥不满足的 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无法自拔的时候 变故却猝不及防地到来 我和老陈婚后的第四个月 儿子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说儿媳妇怀孕了 孕土特别严重 什么都吃不下 问我该怎么办 我心想 儿媳妇不吃饭怎么行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 不仅大人受不了 他肚子里的孩子也受不了 这样想着 我就心急火燎地订高铁票 打算去儿子家里 亲自给儿媳妇调养身体 临走之前 我告诉老陈 儿媳妇怀孕了 孕土很严重 我不放心 去儿子家里看看 老陈没说什么 只是叮嘱我 让我快去快回 我原本没打算 在儿子的家里常住 所以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 就匆匆忙忙赶到儿子的家里 当我到了儿子家以后 发现儿媳妇的身体状况 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多了 由于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饭 她的一张小脸腊黄 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看到儿媳妇腊黄的小脸 我顾不上寒暄 放下行李就往菜市场赶 到了菜市场 我买了鲁鱼 鸡尾虾和西兰花 这些食物非常有营养 孕妇吃了特别好 回到家里 我将鲁鱼和鸡尾虾蒸熟 又做了一道凉拌西兰花 我拿了一只味蝶 在味蝶里倒了一些生抽和陈醋 又放了几根细细的生姜丝 将这些食物端到媳妇面前 让她品尝 我做的这几道菜都很清淡 没有丝毫的油腻感 儿媳妇品尝之下 不禁赞不绝口 连呼好吃 一下子就吃了两大碗饭 看到儿媳妇大口大口地吃饭 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底 在儿子家里住了三天 我每天都精心给儿媳妇 准备她爱吃的菜 看着儿媳妇大口大口地吃饭 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三天以后 我就跟儿子和儿媳妇告辞 老陈还在家里等着我 我不能抛下她不管 可是儿媳妇却告诉我 希望我能多留一些日子 因为她只吃得下我做的饭菜 如果我走了 她又会像以前那样 吃什么吐什么 非常难受 儿子也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希望我留下来 儿子和儿媳妇哀求的目光 让我实在不忍心拒绝 于是就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 儿媳妇自从怀孕以后 身体就变得特别差 她连上班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好辞掉了工作 一心一意地在家里养胎 儿媳妇辞掉了工作 家里只有儿子一个人挣钱 虽然儿子的收入很高 但他们要还高额的房贷 还要养车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眼看着儿子和儿媳妇的钱不够花 我哪里能袖手旁观呢 我心想 儿子和儿媳妇的困难是暂时的 我现在帮帮他们 等到孙子出生以后 儿媳妇重入职场 他们的经济状况就能得到改善 也就不再需要我的帮助 如今正是小两口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我肯定要帮帮他们的 这样想着 我就给老臣打电话 将这边的实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对老臣说 我要照顾儿媳妇 暂时回不了家 儿媳妇辞掉了工作 儿子和儿媳妇的钱不够花 我的退休金要补贴他们过日子 不能再给他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等到孙子出生以后 我就把孙子带回家抚养 到那个时候 我就会像以前那样 每个月交给他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我原本以为 自己说的合情合理 老臣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 等着我回家 然而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却毫不留情面地告诉我 让我别回来了 以后就待在儿子家里 不要再回他的家 老臣说 既然我嫁给了他 就应该以他为主 如果我要帮儿子 以后就别回他家 他说他才不想让我的孙子 去他家里住 他绝对不会让一个外姓的孩子 住进他的家里 我没想到老臣居然是这样自私的人 他无情的话语 让我特别地失望 第二天 我就坐高铁来到老臣的家 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经历过两段婚姻之后 我就对男人彻底没了兴趣 往后余生 我再也不会再婚 我会一直守在儿子和孙子身边 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 就是我晚年最大的幸福 夫妻过了五十岁后 为啥不要分开太久 五十六岁阿姨 有些失去就是一生 岁月绵长 人生慢慢 走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也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 此时的女人 有退休闲妇在家的 有的已经进入更年期 婚姻家庭里的夫妻 走到了五十岁以后 有人会选择分房居住 他们觉得这样 彼此谁也不受打扰 还有人选择去远方帮扶子女 留下老伴 独自在家生活 然而人过五十岁 正是各种疾病的高发期 再加上自身的不注意 忽视了身体上的小病 总觉得自己还年轻 往往在人过五十岁的时候 突发疾病 身边又没人 悲剧就发生了 家属子女在痛苦自责 也患不回亲人的生命 社区里五十六岁的魏阿姨说 夫妻过了五十岁后 最好不要分开睡 也别分开太久了 否则 有些失去就是一生的遗憾 魏阿姨今年五十六岁了 已经退休六年了 去年她去南方女儿家 帮忙带了三个月的外孙子 家里还没有退休的老伴 却突发疾病 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等到魏阿姨让物业去家里看看的时候 魏阿姨老伴早已过世了 魏阿姨和女儿回来后 又是自责又是后悔 可在痛苦的追思 也挽不回已经过世的亲人的生命 魏阿姨跟老伴是校园里的恋情 一路彼此相伴 走过了人生风雨 彼此携手共建的美好家园 还没有来得及认真享受老年的时光 老伴就先一步走了 魏阿姨的老伴比她大一岁 还有几年就可以退休了 本以为自己去女儿家帮忙 带几个月的孩子 再把孩子带回来 陪伴在老伴的身边 这样可以陪伴老伴和帮女儿都兼顾了 谁知 人算不如天算 往往是设计好的人生 总会被意外打碎 社区里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好几例的 有五十出头的男人 也有独自居住的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突发疾病离世了 有人说 这样的人离世是一种福气 不用受罪了 也不用担心 未来养老会被善待 可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就离开了尘世间 确实是太早了 尤其是夫妻感情很好的 先走的那个人 没有感觉地走了 把自责和悔恨独留给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需要用很长时间 才能够走出这样的心境 前几天 在社区里打拳的时候 遇到了魏阿姨 她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了很多的话 因为我一般会独自在市区的房子里居住 老伴因工作的原因 独自在单位的房子里居住 魏阿姨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小妹啊 姐姐是过来人 还是跟随着老伴一起居住吧 别轻易跟老伴分开太久了 到时候出现了意外 你就跟姐一样了 再追回也换不回曾经的温暖 魏阿姨老伴走了以后 她用了一段时间处理老伴的后事 又用很长一段时间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情 如今魏阿姨的老伴走了一年多了 可魏阿姨还走不出失去老伴的心境 她跟我说 经常会在房间里出现老伴的身影 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对着空屋子说很多的话 魏阿姨说 即使现在她还是会在午夜梦醒的时候 自责自己 若夫妻两个人牵手过了75岁以后 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才是彼此的福气 可如今还有20年的光阴 对方走了 即使再找 也是不可能有原来的心境过日子 所以 女人大多数都会选择独自老去 为啥要劝说夫妻过了50岁 尽量不要分开太久呢 我认为有这三个原因 首先是分开太久 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生活里 有些夫妻到了50岁以后会分房睡觉 彼此觉得这样谁也不干扰睡 都能够睡个好觉 其实 这样真的不好 年轻时都习惯了身边人的呼噜声 突然没有了 会让身边人感觉是对方不再需要自己 甚至会产生对方有外心的想法 52岁的李姐跟老伴分开睡两年后 发现老伴真的有个红颜之己 心里很失气愤 直接提出离婚 然而离婚没有几年 李姐的老伴就找回来要复婚 说自己被对方欺骗得一无所有了 希望李姐能够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原谅自己 期盼用自己的后半生补偿李姐 可李姐不愿意 她觉得老伴有第一次出轨 就会有第二次 况且年岁见长 自己不愿意再给老伴做免费保姆了 如今 李姐的老伴 见人就想让人帮她去给李姐说好话 希望别人能够帮她跟李姐复婚 可失去了已经失去了 转身的结局就是一生 其次 夫妻分开太久容易产生新的隔离 夫妻过了五十岁后 越来越发现彼此的共同语言少了 能够彼此享受说废话的时光 才是夫妻间最好的关系 一般夫妻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彼此帮扶着挠挠背 聊聊天 说说当下的物价 说说彼此白天里的事情 或者说说对未来的期许 这样的相处会让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 心也会越来越近 若长久分开 很容易让心产生隔离 甚至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去年 社区里五十三岁的赵阿姨 因为跳广场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跟老伴提出离婚 在老伴不同意的情况下 居然带着家里所有的存款 跟他所谓的灵魂伴侣私奔了 如今走了三年了 还没有听说回来的 赵阿姨的老伴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不仅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男人 还特别没有面子 苍老了许多 似乎是一夜老去的模样 夫妻分开太久 真心不利于夫妻间的感情 也不利于家庭的和睦团结 人到老年 需要的是亲情的慰藉 若夫妻分开太久 内心的估计会被别人几句甜言蜜语 给拐走了 50岁后进入疾病高发期 夫妻不要分开太久50岁以后 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老年阶段 老年阶段某些疾病的发病率 确实会升高 加上身体衰老过程中走下坡路 因此需要注意疾病预防 同时调节好身体 才能避免身体不良反应出现 降低生活质量 甚至出现意外 如果夫妻分开太久 或者分房而睡 突发疾病时 身边没人会让意外发生 再追悔莫及也就晚了 近几年 我们社区出现这样的事 已经有好几例了 有的是因为老伴去看娃 有的是因为分开睡觉 一觉醒来 对方就过世了 有人说这个每个人的宿命 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对身边人有份责任和义务的 如果我们尽力了 对方还是离开了我们 我们内心的感觉好些 若因自己不在身边 会感觉内心不舒服的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有感情的 人到了50岁以后 夫妻间会越来越依赖对方 没有人愿意长久地分开 尤其是长期依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男性 若突然离开 陪伴半生的女人 他们的内心会感觉无奈 以及孤独寂寞 但基于他们是男人 一般不会跟女人一样 有话就直接说出了的 他们会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 独自消化 这样更容易引发疾病的 我认为这张口的女人